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这个车主分享的时段了 那今天我找来的这辆车啊 我本身是很怕的 因为我每次在 Highway 遇到它 我一定让位给它过 它是一辆 200 匹的 D-Segment 房车 那就是 Toyota Camry Hybrid 了 那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个车主 Vince Hello 大家好 我是 Vince 来自 PJ 目前我用这 Camry Hybrid 大概有 5 年的时间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Vince 他是有穿的这件衣服蛮特别的 其实我们这次找来的这个车主啊 是这个 Camry Hybrid Owners Club 的主席 所以主席好 不需要这么说 Ok so Vince 依照惯例我还是要问你啊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辆 Camry Hybrid 因为其实你的样子看起来蛮年轻 不像是会开这种 Uncle 车的人我 当时我会选择这辆车就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蓝色丰田 Logo 因为这个蓝色丰田 Logo 都是 就是所有 Toyota 粉丝的梦想啦 嗯 然后而且 况且 Hybrid 车 在 Toyota 里面也是算蛮有名的啦 对对对 也是因为神油的关系咯 然后第二是我本身是 Toyota 的粉丝 So 啊 也是因为被我父亲影响 嗯哼 在我很小的时候 大概五六岁的时候 我父亲就开始买 Toyota 车 嗯哼 就到现在有二十多三十年了 哇都是一路来都一直选择 Toyota 车款 对 它只是 它只喜欢 Corolla 哦 就专门只选 Corolla 所以是每一代的 Corolla 它都有 大致它用过的是 应该是 第三 第四代 然后 八 九 十 八 九 十 十一 哇 直到两年前的 CHR 它就换成 CHR 了 哇 这个 Toyota Toyota Malaysia 应该找一下他的父亲大人拍一下 Toyota 手里 我觉得蛮有名的 然后 就十七岁的时候我父亲买了一辆 Vios 给我 就 就我用到现在就已经习惯了 Toyota 的车了 所以 要换车的时候都会以 Toyota 为了 有限考虑 Toyota 啦 嗯 而且因为我在 KL 做工 嗯哼 我也是比较考虑到的就是耗油啦 嗯 它的油耗方面 嗯 我之前 这个 Camry 我是驾 Corolla Altis 嗯哼 所以我本身是住在 PJ 我的 Office 在 KL 所以我每天这样来回 有时候就 大概一缸油我最多也是可以顶个十五天 就有时候我觉得放工的 放工的我很累了 然后我又驾着车塞车 就看到那个油针一直掉 然后我就觉得很压力很压迫感 然后就刚好这个时候 Camry 就出来 Camry Hybrid 嗯 所以我就算算一下如果我把我的车 track in 那个价钱是我 affordable 的 我就换了咯 当时也没有考虑到它什么 uncle 不 uncle 最重要是还有那个 Hybrid 以后 最重要是自己驾的开行啦 嗯嗯嗯嗯 这样 Vince 我想问一下啦 就你刚才讲你的第一辆车是 Vios 吗 那你过后你还有开过什么车 因为你讲的是 Toyota 是不是 我开过两辆 Vios 第一代和第二代 哦 OK 第一代也是大概驾了五年 Engine 有少少不漂亮啦 所以我父亲就换去第二代给我 然后过后也是驾了大概两年多 Under Power 没什么力 然后我父亲就 upgrade Altis 给我 第几代的Altis 4.5 哦 4.5 OK 然后就直到 Camry Hybrid 出来我就自己 upgrade 咯 哇 这样已经是拥有过四辆 Toyota 了啦 驾过啦 自己的做驾的话是四辆 Toyota 对 And so Vince 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 我本身很好奇啦 就这辆车的动力表现是怎样 200多匹耶 205 PS 耶 其实它的 Pickup 会比较慢一点啦 因为车身的关系 它蛮重的 然后而且 车厢又有一个大电池 所以你需要踩比较大力的 那个油它才会上啦 可是 一到了一定的时速 它的表现就不错了 我觉得可能是它电池介入过后 就那个力就很 很git了 是这样子讲 是那个 Engine Engine 介入的时候 哦 Engine 介入 OK 所以它其实是平时起步的时候是用电池 60 以下是电池 只要我们踩大油的话 它 Engine 就介入 嗯 就是那个时候就那个力就很薄了啦 大概如果60 你60 到100 把100 以下很轻松就上了 嗯嗯嗯嗯 这样平时好像要割成那些应该都不是什么问题 不是问题 难怪我家 Heavy 遇到的 Camry Heavy 都很快 所以这辆车开起来其实感觉是怎样 有力不缩 撇开有力不缩啦 这整台车呢 开起来的感觉 使用两个字形容哦 舒服 嗯嗯 是蛮稳的啦 蛮舒服啦 因为我载过我的同事朋友 他们都蛮Enjoy的 坐在里面他们都会打瞌睡 因为他们的时候太舒服了 是啊 很近了 还是 近是其中一个啦 也是因为椅子啊 冷气啊那些 嗯嗯嗯 空间也是OK啦 嗯嗯嗯嗯 可是唯一我觉得 架起来比较压力的是 体型 车型太大 比较大一点 有时 Parking 那些啊 就 比较麻烦咯 可是这辆车有 Reverse Camera 那些是不是 有 不过 对啦 D-Segment 尤其是你住 PJs 在四驱开的确是会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 PJs 的 Car Park 外面会窄一点 所以时常都会被人开门敲到门啊 这些 所以也避免不了啦 嗯 不过整体上你是OK的啦 整体上是OK啦 嗯 那接下来我就要问 Vince 你啊 你这台车 你觉得这台车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吗 啊 我先说有优点啦 省油 第一省油咯 嗯嗯 我会买这辆车也是因为省油 它的耗油量啊 嗯 可以分享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成绩 大概 它的油箱大概是70L 70L 嗯哼 我打满一缸油大概 如果 我平时是打97L 或100L 嗯 如果我打97L 大概 百二百三这样 嗯哼 我一缸油平均 我可以 有时候我可以跑到900多 900多 对 如果我在城市 塞车这样的情况啦 也是可以去到600多700 OK哦 是不错啦 以一辆房车来讲 嗯嗯 那 还有什么吗 第二就是舒适咯 舒服咯 因为Hybrid 它是以 它是用电池来运作 对 所以当我在塞车的时候 就是整辆车好像静止不动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可以 enjoy 一下车上的音响 音乐啊这一些啦 嗯 这辆车的音响 OK吗 这个是 缺点 缺点之一啦 OK 我们先讲优点 我们先讲优点 还有什么优点 第二就是 维修费 我相信大家也是很在意的就是维修费啦 嗯 毕竟Hybrid 在 Malaysia 也不是很普遍啦 嗯 很多人会买这辆 不会买这辆车 他们考虑的第一就是 会不会难修 有一粒电池在后面 会不会 High Cost 对 当时我买的时候 我父亲也是会说 这样的车你去买 到时坏了怎么办 嗯 嗯 就以后坏啦 要一笔维修费啊 这些什么 这样啦 可是我用的 我用了这五年 说法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啦 完全没有 没有啦 就是一个普通的 Service 的话 嗯 价钱大概是300 300多啦 嗯 Major Service 的话 就 啊我需要 有时候我需要 Service Adcon 啊 嗯 嗯 还 Plug 啊 这些东西 Service 到来大概 可以去到八九百 有时一千处一点 嗯 因为其实我刚才也是有看了 这个 Vince 他是 这台车的这个 Service 的那个大量 就真的啦 普通 Service 300多 然后黑油也不会很贵 啊 Plug 会贵一点啦 但我注意到是400多块 但是这个是 99才一次的时候 我觉得 ok 然后人工方面 也是百多块 它是一个直接 给你一个总数 就是130多 没有记错的话 它是因为你看它的单 就看到的 它是全部 List 到的 对对对 它的这个人工是叫一个 Mesh Check 的东西啦 就百三块 对我来讲 以 D Segment 的 这个等级来讲啦 我觉得这个费用 还算是 affordable 的 嗯 嗯 这样接下来我就说 所以缺点啦 缺点有几个啦 嗯 第一我就说音响先啦 嗯 如果和同级 D Segment 的车来比呢 我觉得 Canry Hybrid 的音响 不需要比较咯 哦 ok 真的是差太多了咯 ok 因为它的 Base 不强 我本身是比较 喜欢 Base 强一点的 嗯 嗯 然后第二也是音响方面啦 就是它的 Head Unit 嗯 Support 不到中文 啊 就是完全 看不到中文的 哦是哦 是 哦 ok 后座乘客的空间是 ok 可是后箱呢 Camry Hybrid 的后箱空间 会比普通的 Camry 少了一半 少了一半 怎样讲一半 因为那一半是 被 Battery 占有了 ok 可是它是高上来咧 还是 它是整个 直接这样 你是一个 Square 这样嘛 它是直接一半这样切掉的 哦 所以电池是在里面 对 这样啊 因为之前的 Design 是这样啦 现在新的全部是在下面 就是在被台那边 这样比较有空间一点 我就吃掉一半的位置啦 对 所以因为我本身是做 我是身为 我是做 Auditor 我需要到处 Travel 的 嗯 所以有时候我 自己 Travel 我放一个 大的 Lugage 嗯 就已经没什么位了 如果我要载人 我要载同事啊 我最多也是可以载两个 就其中一个或两个人 他们的 Lugage 是需要 放在后座的 放在里面 嗯 这个我还真的是不知道 蛮 Surprised 的啦 还有就是外形啦 外形 当我拿这辆车的时候 Quality 是有一点不达标啦 怎样怎样呢 它 Pumper 的 Gap 是有少少明显啦 哦 是啊 蛮大的 有些不 Balance 的 哦 OK 嗯 可是这些我没有计较啦 我也没有去公布 也没有讲出现一些 组装上的问题是不是 答应那些也没有啦 答应是没有啦 我说法是没听过啦 可是我本身的 因为我本身我做过隔音 哦 OK 那边是跟你说 已经跟我们分享了 这台车的保养费用了 这样 我接下来其实也是想问你一下 就你对这个 Toyota Malaysia 他们在售后服务方面的 这个态度啊 还有表现 你觉得这样 其实我不能 因为 Service Center Toyota Service Center 在 Malaysia 蛮多的啦 我也不能 Conclude 说 所有的都是好啦 嗯 so far 我去的几天都OK 嗯 只是在等待方面 等待时间方面 有待加强啦 就有时候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 Service 啦 Basic Service 就是 只是换一个黑油 也是差不多花了我两个小时哦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OK 了啦 其实有时候 因为我是蛮好 有时候我会八卦啦 我就会走来走去看我的车 那个 Status 是怎样啊 就有时候我发现 他们是已经 Service 好了 他们就摆在旁边 就 因为他之前是 Promise 我们两个小时 嗯 他就会摆在那边 摆到两个小时过后 然后他们才会慢慢的 Process 那些 Paperwork 啊 叫你还钱 嗯 嗯 所以我觉得最 不能接受的是 这一点啊 为什么还有一个问题 蛮好奇的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也应该也很好奇啦 到底开这种 Hybrid 车难不难呀 其实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 Hybrid 车 或者是一个很 很奇怪的车 很复杂的车 因为我身边很多人 很多会员啊 他们都是觉得 我驾在 Cambry Hybrid 肯定是省油 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 让它的车很省油 OK 所以通常这样的 举动呢 通常是往往是最伤 Battery 的 为什么 就是你很刻意的去要让它省油 嗯 你就会做一些啊 很轻 啊 类似这样的东西 或者就是一直让 一直尽量慢行驶 或者顺畅行驶 一直让它 那让那个电池操作啦 就是以纯电的方式来操作 哦 这样子会很少电池 对啊 因为你的电池一直在用啊 就算是简短它的寿命啊 你的意思是 哦 OK 然后 目前我用过 我用了五年是没有问题啦 嗯 我平常也没有什么照顾啦 就 我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很普通的车用 普通这样来看 我只是会觉得 Hybrid 在我塞车的时候 最好 对 平时驾车的时候 我也不会很刻意去 我要减速 让我省油 嗯 就我是很平常行这样子 嗯 我踩大油啊 各车我也是 踩不了啦 不搅软 不手软 也是照踩就对了啦 还有我是觉得 尽量保持车干净哦 清洁啦 为什么呢 因为尽量不要让回程进到电池里面 哦 OK 因为我们的车后 后座旁边是有一个通风孔 对 它是应该是给散热用的是不是 嗯 那一个孔是会进回程的 哦 所以尽量让那个孔是 保持干净啦 清洁啦 让它可以通风 那讲了你的故事过后啦 So Vince 我要你为这辆车评分 你会给多少分 如果 let's say 10 分的话 10 分的话 我会给8分 8分啊 我觉得它还有进步的空间啦 嗯 比如说 可能 因为毕竟Hybrid 车就是在Camry 就stop了啦 嗯 所以如果希望 如果以后它有进来的话 希望电池的size可以减小一点 嗯 让后箱的位置会大一点 嗯 然后 组装品质上面咯 嗯 啊 要改进啊 就是你该讲的那些Bumper Gang 啊 大致上是OK 嗯 那所以你8分来讲 我是觉得你对这台车是满意的咯 不错 蛮满意的 嗯 这样下一台车还会考虑 Toyota 你是 Toyota 中粉 其实在 两三年前我是在考虑这新的Camry 的啦 因为蛮美的 蛮新的 OK 其实 啊 我 如果不是因为 Hybrid 我是不会买Camry 的 嗯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到那个 Level 啦 我没有 Updash 到那个程度 一方面你长到很年轻 你开了 我开Camry 很老耶 也是因为像我说蓝色 Logo 咯 啊 也是一个梦想 如果是没有蓝色 Logo 我是不会买的啦 嗯 我当时是想着要买Camry 新款的啦 可是价钱就有一点 我觉得有一点 Over 啦 196 钱 当时是196 嗯 Without Insurance 嗯 嗯嗯嗯 所以我家的 Insurance 可以去到200 钱 嗯 所以我觉得不值啦 然后 就当时我也是有听说 RAV4 可能会进来啦 嗯 就有考虑过 RAV4 啦 因为我父亲驾车 CHR 嗯 我觉得 TNGA 的车蛮好驾的 蛮稳的 对 新的Camry 也是很好驾啦 TNGA 是没驾过 你要去试看 啊 CHR 我觉得 Handling 不错 嗯 因为我知道 RAV4 也是用 TNGA 所以我是蛮有兴趣的啦 嗯 所以我 expect 价钱大概是 180 嗯 182.5 左右啦 嗯 因为 Toyota 在 SUV 市场 已经是完 已经是完蛋了啦 缺席很多年了 这个 Sysammy SUV 所以我觉得 as a Toyota 粉丝 我觉得 Toyota 应该会趁这个机会 打入 SUV 市场 嗯 拉回一些 market share 啦 嗯 所以我 也是等了两 等了一年多啦 嗯 蛮期待的 可是突然间 上个星期 所以 Toyota 公布价格 价钱出来的 220 多千 我觉得有一点 over price 啦 嗯 也有一点 对我来说也是 out of budget 啦 嗯 因为我本身 我是觉得 不需要买到一个 200 千以上的车 嗯 嗯 Tenry 我觉得是 对我来讲 已经算是 maximum 了 嗯 所以目前我是会 我是 以我换车的话 我会考虑 SUV 啦 嗯 RAV4 我是有考虑 可是价钱方面就 就 就 我明白 所以 所以 你是打算换 SUV 啦 我是会看 SUV 的 所以 可能我会考虑 Mazda 啦 OK 因为价钱的关系啦 是价钱的关系 嗯 OK 其实我有个问题 蛮好奇的啦 就你讲这一辆车 它的这个 battery 啊 是 warranty 几年 8年 8年 4 hybrid battery 那这8年内 如果有问题的话 是可以直接 claim 可以 claim 啦 可是需要一些 admin 费啦 哦 要给 admin 费啦 哦 要给 admin 费啦 因为之前我买车的时候 都有大致说大概 大概要给一个百多块 admin 费 过这么多年了 应该有脏一点啦 应该是 200 到 300 OK 啦 就至少你只是给一个百多块 就可以换一个新的电池 它是直接换新的电池 对 这样你懂这一粒电池 如果 8年过后 要换的话 多少钱你知道 手法是没有人换过啦 因为还没有到8年啦 不过大概应该是要几千块 快到 1 万多啦 嗯 这样加上你刚才讲 那个 inverter 这个东西 其实弄到来也是要 10 多 对 接近 20 千 不知道 就是一笔数目在这里啦 所以如果是要看这种二手 Camry Hybrid 的人 可能就要 这方面就要有 一个预算在那边 但如果买到 如果是要买 second hand 的 Camry Hybrid 的话 如果前车主有换过 battery 的话 其实大致上是没什么问题啦 对 至少你一段期间里面 你是不用什么去担心 还有一个就是 12W 的 battery 嗯 12W 的 weight battery for Camry Hybrid 也 价钱会高一点啦 哦 最少也是要 800 多 900 哦 你们是用那种大力的啦 就是电力比较高的 是大力 是杆 杆是然后电力比较高的啦 它是 是 import from Japan 的 什么牌子 Panasonic OK 这样子方面 电池也是 比较贵一点啦 是会贵一点啦 你有换过 我说换5年都没换过 5年没有换过 没有换过 因为我每次回到原厂 原厂都说 Condition OK OK 那今天这个影片 我觉得到这里也 差不多是时候结束了啦 首先就要感谢这个主席 大哥 Vins 过来 上我们这个节目 接受我们的访问 然后也给我们分享这样多的 故事和资讯 真的是谢谢你 嗯 就不知道大家对这一期的影片 觉得如何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最终的是 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有任何关于 这个 Camry Hybrid 或者是 Toyota Hybrid System 有任何问题 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给我们知道 我会叫这个 Vins Ducker 过来 帮我们解答一下 或者你们可以在 Facebook Page 找 BHTM Camry Hybrid Club Malaysia 加入它的群组 嗯 那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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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